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的深圳 这里是深圳东站的地铁站内 今天是除夕夜 现在是下午的13点17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看除夕夜的深圳东站的人流量 我也是悲伤的行囊 从这里坐车回老家 可以看得见这个地铁站内了并不是特别的冷清 人流量也算一般 不是特别的少 好,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深圳东站的东广场 借着这个近站的时间呢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深圳东站的一个历史 深圳东站的历史呢 它是非常的悠久 原名叫布吉站 它是实践于清宣统三年 也就是1911年 后面经过几次的改建之后呢 截至2018年9月份 深圳东站它的总建筑面积 大概就是6.7万平方米 主站房建筑面积有201万平方米 同时可以容纳7000多名旅客后车 它目前站它的规模呢 并不是特别大 只有4台11线 但是它的设计日均最高的能量 就可以达到9万人次 每日始发列车就有77队 我们可以看得见 它这个站房呢 都是以这个布基盒为主题 采用的是这个大型的落地玻璃 站房的顶棚为波澜型 可以说造型也是非常的独特 这里运行的线路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你像金九铁路 广深铁路 都在这里 那么现在准备去进张口 看一看能量量如何 可以看得见 这边的情况呢 还是有点出人意料 毕竟今天是过年除夕夜 没有想到人能量会这么多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不过对比起前几天来说 这里的人能量还是少了很多 毕竟不回家的都已经不回去了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回去的旅客 都是短途的 或者说是回去吃团联饭的 因为每个地区的习俗会不一样 有些地方的过年呢 是吃团联饭 要到半夜才吃饭 我记得在刚刚进入春运的前几天 郑州火车站 武昌火车站就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但是现在深圳东站人流量 还是有这么多 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 现在坐电梯 看一看数票处的人流量 究竟如何 我感觉在深圳过年啊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现在的天气也是很好 而且呢 温度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这边呢 是东西广场可以互通的 当然呢 在这边行走的并不一定就是说乘坐火车 因为它这边是一个互通的通道 因为深圳西藏呢 也算得上是在深圳 一个比较繁华的地位 有很多的人都是在这里过路啊等等 因为它这里办理的业务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旅客乘降 还有一些行李托运 你看这个售票处就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基本上是很少看得见几个人 就这几个人吧 我相信深圳东站的应该也是不少6070后来打工的第一站 基本上也是一代6070年的青春记忆啊 因为以前真的是一票难求 你像现在过年的话 基本上是人非常少了 以前你在农历的那月29 包括今天过年除夕夜 这个时候肯定也是人山人海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 而且呢 对回家的欲望啊 是非常的强烈 现在我准备走到这个东关厂 去看一看人能量究竟是如何 这边呢 是有一个公交车站 可以看得见 基本上也是空空如眼 没有什么人了 这边看上去 真的就非常的冷清了 因为那边呢 是有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段 就是说 有很多的一个店铺 我准备从这边坐车回长沙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深圳东站的一个历史 以及2月11号下午的13点17分 深圳东站的一个现状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